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我叫水 我松土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母 老头说给我种大西瓜 各把月了 我抽出啥情况 就你焦那点 还不够我喝的 还吃吃 该花花 就不能省着点 你懂啥 我土质松散 抽起好 耍焦点就果子少 你可拉倒吧 前一阵 我亲眼看见老邓给你散了好几块砖头 最近 你就老给我说你不够喝 你以为不散水容易啊 被发现了 这不是都为你好吗 想给你切大一点 甜一点的瓜 为我好 我都快被你炸干了 再坚持坚持 那些砖头是用椰子渣做成的 吸水性 透气性都很好 用了它 我都不需要秋英老弟来帮忙了 原来真的是为了我 好了 赶快去多散点水吧 好 来吃一个 为什么付出那么多 你还是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新买的水仙花 真是又香又好看 先在这里放两天吧 果然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是那么美 这是什么东西 以前在家好像没见过 闻起来倒是不错 不知道能不能吃呢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你懂什么 居然还想着吃我 在中国 我是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在西方 我也是神话里的美男子变成的 和你这种俗气的家猫是不一样的 你说谁是土包子 谁俗气啊 我在这个家待的时间 可比你长得多 你走开 我完美的脸 救命 救命啊 活该 我可是全身上下都有毒的 物食轻折恶心呕吐 严重的还会发生痉挪麻痹 甚至危及生命 有毒这种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以后再也不乱咬东西了 啊 这花怎么变成这样了 唉 忘记水仙有毒了 看来下次不能放在屋子里 还要防止被猫雾食才行啊 南瓜 西瓜 东瓜 怎么没有北瓜 谁说没有 我就是北瓜 你 我认识你 你不是南瓜吗 就是看起来确实有点小 但是小孩子也不能撒谎冒充别人啊 我真的是北瓜 你也可以叫我淘南瓜或者金瓜 只是长得和南瓜有点像 难道南瓜不就是北瓜吗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啊 其实只有我才是正派北瓜 但我产量低 又没有西瓜的甜美 东瓜的清香和南瓜的高产量 好多人都不认识我 哦 原来是没什么用啊 难怪不受欢迎 我只是产量低 所以没有被大面积种植而已 用处多着呢 既可以生吃 又可以做凉拌菜和炒菜 味道清甜不说 还有一定的关赏价值呢 真的吗 那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你呢 我可不是这么轻易就能买到的 只有在自家房屋前小菜园里 才能看到我哦 老板 来分鸭血 好累 新鲜的鸭血 吃火锅必点 好新鲜哦 真的真的 刚对的 什么 刚对的 假鸭血啊 哎呀 别听他胡说 我没胡说啊 做一份鸭血太简单了 准备一个容器 往里倒一千克纯净水 十克食用盐 一百克纯牛奶 等等 为啥要放纯牛奶 哎呀 商家的基本操作 这你都不懂 我我我懂个锤子 最后倒五百克鲜鸭血浆 用筷子朝着同一个方向 搅拌三十秒 静止等待二十分钟 一份完美无瑕的鸭血 不就做好了吗 完美的我都被糊弄了 这全是水 感情这鸭血是水货 我要吃真鸭血 鸭血产量低 没给你混着吃别的都不错了 你赶紧闭嘴吧 像这老母鸡咕咕咕咕的 母鸡 那你这鲜血浆 真是鸭血浆吗 不是其他的吧 你说呢 我生得如此美梦 要是能活个三五年就好了 大哥 你别做白日梦了 想活更久 先四十五度血浅根部 增加吸水面积 再 停了 我这根筋 费了吃奶的力气 才长起来的 我不演 手哥 给我剪杯 我先试试 好呀 再剪掉多余叶子 免得腐烂在水里 破坏水质 新手多了 光秃秃 丑不垃圾的 你们还需要勤换水 修剪清洗根部 清洗花瓶 这样能减少细菌滋生 嗨 撒比养孩子还费劲呢 你们身子弱 动不动就枯萎 还得添加保鲜剂呢 我才不要科技鱼狠活 天然 才能活更久 给我给我 我啥都要 我咋念成这样啊 大哥 咱还得相信科学 才能活更久啊 别说了 按肠子都毁精了 当初跟着他回家的时候 看他一想买这么多 还以为是我的真爱粉 结果这么多钱 对我不闻不问 我才知道 他根本就是个囤货狂人 一听说啊 超市打折 就忍不住都买回来了 用也用不完 只能堆在这里 过两天 估计都坏了 你这样把我扔在这里 当然容易坏掉 能给这么大的空间 给你待着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的江山 还没有发挥价值啊 早知道 还不如烂在 超市的火架上 我有个办法 你不如把我放进米缸里 不行 把你放进去 米放哪里啊 我的意思是 让你把我埋进米里 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这样可以隔绝空气 保持干燥 我就可以多保存一段时间 同时还能让大米 捕生虫子 可谓是一举两得 你不早说 这里怎么还漏掉了一块 这都已经发霉了 看来用大米保存生姜 还是很有用的 馄饨云吞超手 为啥有那么多称呼 我是一张面皮 汉潮的时候 人们用我来包猪肉 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密封的包子 没有蹊跷 所以把我叫做馄饨 后来又改叫 馄吞 可是我包猪肉都包腻了 得换点新鲜的 想新鲜 我带你去广东 约与你的云吞 和馄吞发音差不多 在这你就包瞎人 配面条 一线 实在是鲜美了 太阳盛了 但是这日子久了 有点寡淡 得换个地方 嫌寡淡啊 我带你去 换鱼 以后啊 你就叫超手 给你表面 涂上一层红红的油辣子 加花椒 加白芝麻 这下总行了吧 鲜香麻辣 香 实在是香 太有味了 这叫红油超手 那天你先口味重了 还可以换由 铜骨熬制而成的清汤 加蔬菜 加葱花 这清汤超手 也是美得很 哎呀 配料丰富 生活又浓又淡 快化 但是 日子久了 我又腻了 嘿嘿 得换个地 再换个地 该把你 叫什么呢 不是软糖好吃 还是硬糖好吃啊 我们绵软多吃 当然更好吃 那家伙硬帮帮的 一看就没熟 我们可不是没熟 咱们桃子能支愣起来 完全是靠细胞外的细胞壁撑着 可是咱们体内 还有一种果胶霉 它一想不开 就会撞墙 这死到哪呢 我可太苦了 我不活了 没有细胞壁的支撑 桃肉自然硬不起来 就变软了 我们的软硬 只跟果胶霉 开始撞墙的时间有关 它撞得早就软 撞得晚就硬 跟熟没熟没关系 而且我们果肉进食 清脆相甜 不比那软桃口感好吗 大家都说我们水溶性果胶多 更有营养一些 这是谣言 虽然软桃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 水溶性果胶会显著增加 但是各种营养元素的含量 却跟我们硬桃没有太大区别 硬桃好吃 硬桃好吃 感觉你们半斤八两啊 大家喜欢吃硬桃还是软桃呢 你这家伙当我晒太阳了 小心 我不就位 其次我在这儿是我的命 怪你屁事 敢在我的脸部撒野 我腻了 看我不收拾你 就你 毛都没长齐敢跟我叫板 你脑子没病吧 你神经病吧 居然把我的筋肝扒这么地 谁叫你臭嘴巴 活该 这辣椒咋长这么弯了 都来上面那个火眼望 怪我 我什么都没干啊 就是你弄伤了我的筋肝 害我吃不到营养 豆腐渣工程 路又烂又窄 兄弟们 换载道 我还见不到太阳 没法进行光刻作用 辣椒蜘蛛本来就矮 经验离地面这么近 空间有限 我长着长着就碰到地面 只能玩着找咯 敢跟我抢资源 变弯都便宜你了 这生长条件不好 辣椒居然也会变弯 卖相差 拿去喂猪吧 哈哈哈哈